医学上讲的节节 是有很多的意义 那当然这里面 就是大分是良性跟恶性 良性最常见的 就是叫做血管瘤 那恶性大家最害怕的 就是肝癌 那另外一种是 从其他器官的癌症 转移到肝脏 叫做转移性肝癌 特别是好几颗的话 那这个节节 如果再变大 那么当然要小心 是不是恶性 我们通常会根据影像的 这个呈现的样子 来做一个判断 第二个抽血看看 一些肿瘤的标记 比如说肝癌的相关的 肿瘤标记叫做胎儿蛋白 如果是转移性的 这个肿瘤标记 叫做CEA 或者CA99等等 那这个可以做参考 但是肿瘤标记 正常不代表 这个绝对不是恶性 所以假如影像 也没有办法 有效的来判断的时候 最后不得已 是要做切片 也就是说 在超音波 或电脑断层指引之下 我们用一根针 到这个节节的部位 去拿一点组织 去做病理的检验 这个是最后的判断 嗯 只有一种情况 是不是原来是油的成绩 我们一般脂肪肝是全面性的 但是有少数情况 这个油只有局限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这叫局限性的脂肪肝 那这个看起来 确实有时候跟血管流 是不容易区分 所以呢 只有这种情况 说不定最后会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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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